李小龙1940年在美国就金山出生,阻击广东卓山,他生间多种生育,但是真正的了解他的人却寥寥无几。 他的出现打破了一只无法改变的舞蹈格局,他的出现并不可一世的欧美地区,低下那高贵的头颅,说起李小龙,小编不由感觉惋惜万分,他是中国第一个凭借一生硬功夫打入好莱坞的。 大家要知道,曾经的好莱坞可以说是电影界的权威机构,那时候黄种人是很受启示的,李小龙付出了很多很多,才得到了好莱坞的认可。 也就是因为如此,李小龙第一部在好莱坞出现的电影《清风侠诞生》了,虽然李小龙才是出演配角加达这一角色,但是一直以特效作为核心的好莱坞剧组,却被李小龙的真功夫所折服。 也正因为如此,才真正的奠定了李小龙在好莱坞的地位。 说夸张一点,也可以说是彻底奠定了华人在美国好莱坞的地位。 李小龙诗成永春创始人叶文大师,那时候的李小龙桀骜不逊,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,一天到晚惹是生非。 但是李小龙内心真正的想法又有几个人了解,他心怀正义,一心除强服弱,可惜在别人眼里就是一个不务正业的好斗分子。 直到遇到了一文大师后,李小龙的天分才被真正的发掘出来,也就是在一文大师的教导之下,李小龙后期在美国留学时期选择哲学后,通过儒家和道家思想的融入,加持对永春和其他国家的武术之长短,创立出结权的这一无种的出现。 李小龙所拍摄的电影虽说不多,但是都是经典,那时候没有替身艺术,都是靠自己的真本事,后来成龙和李连杰也是受到了李小龙的影响,因此很多时候从来不用替身,不为别的,是为给观众带来更好的视觉和感受。 关于李小龙的死因有很多种版本,不管是死在情人像华强的前妻丁佩的床上,还是死在拍戏时间,被人用了针子弹而致死,更有甚者说得更夸张。 李小龙为了达到人体的极限,一心想做武神,用高压电来让自己身体的脂肪为零,我们姑且不去管他是怎么死的。 但是李小龙给后人留下的东西实在太多太多,我们只能不断地缅怀这一位巨人,因为他创造出来的奇迹实在太多太多,用双截棍和国家队乒乓球运动员打乒乓球,单手做俯卧撑,一个手指做俯卧撑,还有他的出拳速度有多快等等,现在无人能破。